警方說再跟林榮基錄取後供會面大約2個半小時 評估過林榮基的狀況 重新現階段沒有證據顯示 林榮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但基於他的憂慮 已經知會林榮基警方可以提供人身保護 協助林榮基的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就說 已經跟警方達成協議 細節就要再商討 警察出入時怎樣陪同 其實我之前已經告訴林榮基的程度是怎樣 會有多大影響你的私隱和生活的安居 所以林榮基都明白 他相信是可以原則上接受的 所以跟警察的高層達成了一個初步協議 是口頭的 就是說同意保護細節再商討 至於林榮基接受專訪時提及被跟蹤 途申申指警方向他們表示 經過調查後發現 有三架車跟蹤林榮基 其中一架屬於現役休班消防員 他是出於好奇心跟蹤林榮基